我们来看到是菲律宾总统都特地 有了心怀没有旧爱 他把美国踢一边 他把我去跟中国捻踢一踢 不过说起来真的也很现实 因为中国答应让菲律宾 可以进口很多农产品到中国去 还愿意给他钱 在菲律宾当地互建这个高铁 很现实不是吗 不过我们来看到 本来以为国际社会当中 最生气的会是美国 错了 这次第一个时间 跳出来骂人的是日本 日本说 上个月才跟你菲律宾讲好 要借钱给你买潜艇 想说你有潜艇之后 你就可以制衡中国 用这个方式维持整个亚洲地区的平衡 没有想到你竟然跑去跟中国捻踢踢 我们要问 菲律宾总统都特地 如此的什么好处都拿了 会不会是这样难看 搞到后来会不会在国际社会当中 也是天怒人怨呢 我们来看到这次都特地 跟中国这么好 那么日本跳出来骂 美国完全没有声音 是不是因为在不到两个礼拜左右的时间 美国进行总统大选 美国说这个时候还是不要讲话好了 还是根本日本一直隐忍很久 对这件事情他一定要来说说话 吐一口怨气 日本基本上对菲律宾在南海的这个态度 跟美国不太相同 因为日本在这个地方 其实他没有直接的领土纠纷 领土冲突 他在乎的是作为亚洲大国的地位 就是亚洲任何地方呢 有纠纷 有争端 他都有一个话语权 第二呢就是表示对美国的一种支持 那所以说他在这个地方呢 就对菲律宾实施了这个防务也好 这个情报方面的支持 所以按照你这样讲 等于是说只要亚洲地区有任何的风吹草动 日本除了要知道之外 他也想要话语权 那所谓的说上个月 日本跟菲律宾讲好 要借钱给他买潜舰这件事情 是定局吗 还是其实只是给杜特地一个promise而已 可能promise的可能性大 因为菲律宾的海军 目前来讲实力是比较弱的 他连一个像样一点的驱逐舰 还是巡防舰 这种水面舰都没有 现在骤然说他要去操作潜舰 这个恐怕也不是一蹴可及的事情 那如果这样的话 日本说我送那么大的礼物给你 你竟然跑去跟中国好 他当然生气 这个基本上日本这个国家在亚洲 他作为强国时间也相当长 其实他的权谋也是相当惊人的 权谋 2016年的9月6日 就是在杜特地去中国的前一个月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跟杜特地在辽国的首都会面了 这个时候杜特地跟日本也谈了 除了南海问题 亚洲的安全战略问题之外 也有合作跟援助的协定 也就是说今天杜特地到了中国 强调跟中国友好 实际上他也强调跟日本友好 这个可以说是左右逢源 是非常明显的 那么日本当然也看准了 菲律宾他不可能完全离开美国 也就是说他不可能完全离开西方阵营 所以对日本来讲他也不会完全的走向决裂 所以菲律宾一直以来都有将得一个 所谓的黑名单吧 就他常常跟很多大国要资源 所以世界各国早就看穿杜特地的手法 不是吗 实际上来讲杜特地他本质来讲 他不只是跟日本跟中国 甚至跟台湾他都有一定的联系 他也跟我们要东西 他在担任达沃市市长的时候 其实也来过台湾 这个也见过台湾的政要 那他希望台湾给他什么样的support 这个当时当然没有公布 不过基于台湾是菲律宾最近的邻国之一 因此杜特地在公开在私下 也表示他非常重视跟台湾的友谊 也就是说他这个人其实是相当的精明 虽然看起来好像有点粗犷 好像有点讲话 有点不太像一个成熟的政治人物 实际上来讲 他对这个周边的情况算的是非常精 不过说实话 我们台湾不要妄自菲薄 怎么讲呢 你知道吗 我们台湾有本岛 有太平岛 有东沙群岛 也就是因为最近 发现到中国跟菲律宾太好 美国的专家就说了 你们不要一直想要菲律宾跟你好 一定要想台湾 就是我们台湾跟他们要好 因为包括很多战略地位 包括很多雷达的设置 其实在到时候真的 如果必须运筹帷幄的时候 台湾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角色 没错 大家看到这个图 看到东沙岛 太平岛 这个目前战略位置非常重要 它都是在台湾的这个聚首之下 有效控制之下 目前美国政府已经有智库的学者提出了 就是台湾在这两个岛 太平岛 东沙岛 有跑道 有检疫的码头 有生活设施 有关通的设施 有水可以喝 有水 然后有雷达 换句话说 足以支撑人员 甚至是军事人员的部署 以太平岛的这个跑道来讲 基本上它可以起降C13栋 这个四个发动机的运输机 有机场 所以必要的时候 也可以起降美国的反潜机 甚至作为美国无人侦察机的基地 它都是有潜力的 在这个情况之下 换句话说 台湾有这两个岛 其实对于美国 还是任何国家 在这个地区的战略活动 都形成合作的筹码跟资本 汪林士 如果美国拉拢我们台湾的话 会不会美国这个大国后面在想 其实帮自己铺桥造路而已 因为美国其实一直很想 在背后操纵我们台湾不是吗 刚好借这个消息 让台湾跟美国的关系 似乎更紧密 我们需要跟美国那么好吗 其实说实话 全世界现在的情况 不要说是台湾 日本 韩国 甚至北约 欧盟 俄罗斯 这个都比台湾大 台湾强 都在跟美国合作 或多或少合作 然后美国想不想操纵他们 也都想 所以美国想操纵台湾 这个基本上来讲 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我们就是怎么样能够在这个政策的中间 找到我们的利基 目前来讲这两个岛是由我们所控守 不管它的法律地位如何 这个占领是确定的 我们在这个地方控制也是确定的 我们在这个地方开发 也有我们一定的自主权 所以我们怎么样发挥在这个地方的优势 让美国可以提供跟我们合作的这个机会 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 你觉得怎么样做会更具体 我曾经写过一篇论文就是说 譬如在太平岛我们有跑道 这个基本上可以提供给 这个所有的国家 不一定名指美国 作为这个 譬如说海上的救难 海洋的这个观测 水文的调查 等等的这种基地 我想这个基本上 美国就听得很清楚了 然后这个地方 也可以起降无人飞机 这个基本上对它保持在这个南海的 这种实时的监控 也有一定的帮助 这样这个东西地方 因为主权是属于我们的 我们在这个地方 这个容许其他国家进出 原则上来讲 是我们有充分的自由 其他国家也很难有什么具体的阻止 或者是抗议 但是美国的力量进来之后 我们要防御这里 相对来讲就变成跟美国连在一起了 如果刚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防御 大家看到它离台湾非常的远 可是如果说美国的力量进来 我们把这个地方 变成一个跟美国合作的基地的话 谁要动这个地方 基本上不只是动台湾 是动美国 这一点对我们 在这个地方的这个安全形势 也有正面的帮助 而且我们讲的是 我们是为了人道 海洋的观测 这个搜救等等 不是直接讲军事 我想这个是可以尝试的